我們用近射做基礎型之後我們眼睛我們也把它來做近射 眼睛我們按給它Modify Miro 我們會發現它近射沒有辦法近射過去 因為它是以物件的中心來做近射 所以這樣Miro的Modify上有一個MiroObject 它可以找到一個以別的物件為當中心來做近射 我們這樣的話可以找到身體 這樣它就可以這樣近射 所以這樣我們在觀察在編輯眼眶的時候 其實也是可以這樣就把它換得好 基本上我們身體加Smooth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要的樣子 基本上這樣的基礎型已經是我們所想要的 接下來我們要添加的細節就是它的嘴巴跟頭毛 嘴巴跟頭毛我不會直接在我們EditMod這個模式下去編輯 因為像這裡的話我們這裡 可以用編輯的面太少了 不好編輯 而且如果我們要直接去編輯的話 像這裡我們要切很多的線 其實最後它布線我們這裡會變比較密 其實它整體外形就會反而Smooth沒那麼好 所以像這裡 我的話我是把這裡的細節 我細分一階的細節這裡我們把它 Apply我們把它壓掉 Apply Apply 壓掉 好我們再用這個模型開始往後繼續製作 製作嘴巴跟頭毛 好 頭 頭毛這裡 我們先來調整一下模型 EditMod 我希望它在這裡長三根毛 往前往後長三根毛 所以這裡的模型面我再做一些調整 畢竟你看嘛這裡如果直接長的話 因為要近色的話 它這裡的毛會變成橢圓形 所以這裡 按GG 我們來縮一點 讓它變得比較接近方形 我們這邊的面 稍微做一些 平均一點 讓它面不要太 差異太大 這裡我們回復一點好了 其實這裡我不會盡量不要調外面這些點 我們往改一個方法 我們這裡到時候我們調裡面的點 我們要長任何細節 的時候基本上我們要做loop 像這裡我們這裡我們來做 用數字3我們切到 modify這裡 我們這裡按iinset往內縮 這裡像這裡的話 它這裡旁邊有細節 我們可以outset 這裡預設 預設是沒有開outset 我們這裡可以往內縮 這樣的話我們就會不動到這邊的形狀 好 再來我們按這邊 inset 一樣我們往內縮 inset 往內縮 好 這樣的話我們就基本的 形狀就有 然後這裡 我的話我會先把它做一些調整 像他講的嘛 他像長方形一樣 其實 不太是我們所要的樣子 所以我們這裡一樣 GG 調成比較接近我們要的樣子 然後這裡 GG往前 然後側邊 調整 然後既然維持它的形狀 GG 好我們再用 這裡 形狀來把它長 到 去 來調整 讓它 用正六邊形 其實就像眼眶一樣 正六邊形的方式去 長出它的 頭毛 我們再 把它長出來 按1 true 我們按Z 我們按Z 往上 這裡長出的時候你會發現說 這裡沒有近色 其實 如果這樣的話我們這裡長出就一起長就好 1 true 好 像這樣我們頭毛 就基本型 就有了 就把它調整成我們要的樣子 頭毛 好這裡 這裡我會就開始 我們加細分 Ctrl R 可以加一點細分 加細分 Ctrl R Ctrl R 好這裡像 毛 我想像頭有點 一點點 水珠狀 所以我這裡 Ctrl R 這裡 Scale 來讓它胖一點 Ctrl R Scale 胖一點 Ctrl R Scale 胖一點 我們就用這樣的方式來開始 修 調整它的形狀 然後盡量 從一個角度的外型 就讓它都是 平均的 不要像 像目前上面是平平的 還是像會像是方形 我們要調整 調整 看起來像是 正 正的角度 當然這邊我們就可以先只調半邊 我們可以等下把另外一邊殺掉 我們再來調整 這樣會比較方便我們調整 像我們從上方看 其實它還是有點 橢圓 我們這裡一樣就把它 往內縮一點 讓它維持成 從正面 這裡選 點選面 選起來 往內縮一點 讓它維持比較 圓的縱橫 畢竟這隻小技可愛 不要那些 讓它維持圓的形狀 我們這裡就加 細分 成 Surface 來觀察我們要 頭毛的樣子 這樣其實就是已經蠻接近 我預想要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稍微再微調成 我們所想要的樣子 謝謝 謝謝